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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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十戒 就是要有 收射自己的 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這個六根 眼睛不要 亂看 這個就是 耳朵不要亂聽 鼻子不要亂聞 有些人鼻子 男女都有 古代有人喜歡聞鼻煙糊 對不對 喜歡聞一聞香味 喜歡擦香水 這樣 這個就是 無論是食欲 或者是觸欲 或耳根愛聽好的聲音 你只要執著了 連嗅覺去執著了 都不是一個 好的現象 這個都是 要去羞恥的地方 鼻子不要亂去 長袖 種種種的香味 被所謂的香塵所害 六根 如果 就是六根 沒有把持好 就會 有所謂的六賊入侵 很多同修 你晚上夢到 家裡有小偷 強盜 從窗戶爬進來 或者破門而入 或者小偷 到你家 把你家的摩托車騎走了 到你家 把你家的鈔票拿走了 金銀財寶搬走了 那就是這個意思 你的這個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看看是哪裡 沒有 觀所 把持好 所以在金剛心總持論 它有講六根門頭 常放光明 照天照地 六根門頭常放光明就是 理智 絕照 眼睛不要讓那些 不好的進來 就是不要去看 耳朵不要去聽 鼻子不要亂聞 舌頭不要亂吃 亂腸胃 所以最後有的人 他修著修著 食欲這一關過不了 他說他沒有美食 受不了 他特別喜歡這種殺生的美食 特別愛喝美酒 那這就是一個執著 很多人就在這裡過不了 拜到這裡了 再來就是 生根 六根 就是不要亂碰觸 染濁 污秽的東西 才不會為促成所害 色生香味促 再來呢 就是 一根 六根的最後一根 我們的意念 你不要隨便起妄念 不隨便起妄念 不被法成所害 法呢 這是 三頁的 一切的這個現象 就是法 你看這個 學佛修行的人 學佛修行的人 要高度的自律 從外到內 最後自己的意念 不能隨便起這個意念 不能隨便起那個意念 你看你順境的時候 很多人順境的時候 就交慢 你這個意念要守好 不是說 我們修行的人 不是說 心裡的念頭 想怎麼樣 就隨它去的 你要觀察它 要能夠控制它 一般會講 我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是剛開始 沒有修 只要是人 只要是沒有癲狂 生病 癲狂掉了 那不再此現 只要是人 沒有控制不了的 畜生就有 畜生會控制不了 畜生他餓了大便也吃了 對不對 只要是人經過修持鍛煉 沒有控制不了的 尤其自己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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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在很多的修行人 在有很多的圓境 一般人都過不了的 他都能清淨自持 那就是他修的功力 那就是他修的功力 就已經開始顯露 他的那種功德了 平常這種禪定功生 把自己的意念 比如說 我們今天講 把這個意念控制好 那意念呢 好像要安住在哪意念 正念 所以在大圓滿千行五家行 他講 常常就要生起正知正念 像今天持戒 你要起念頭 你都不能跟戒律抵觸 要把你的念頭 依止在戒向上 所以一開始 我為什麼先講戒向 你就把你的念頭依靠 依止在戒向上 不要被外在的境界所牽動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 就是持戒的時候 有更進一步的功德